大家好 我叫伊希谷 今天因為阿平老師的要求 所以我只好戴這個帽子來簡報 那我雖然對剛才開放要點有興趣 但是我要提案子是動憲法 那就是說 就是我有一個長期的參與的專案叫動靈主 那我之前就是在規劃它的2.0版的時候 就是計畫有卡關 然後後來做一些recent 發現說 就是之前的做法 之所以卡關是因為我一直以來是想要憑空去想像 一個就是不存在的系統 那就是正確做法 現在我覺得正確做法應該是說 要非常實際的就是工藝論壇的討論過程 然後去製作輔助的工具 因為就是網路民主它的關鍵地 不在於資訊系統 而是在於就是整理議題的那些草根論壇的主持人 所以說因為現在公民憲政會議推動聯盟 簡稱憲憲動盟 然後他們就是現在在做草根論壇的一系列活動 那所以說我就想說那我就去跟NGO他們寫作這樣 那我的忠誠目標是 因為憑憲動盟他們是以2016 他們其中有一個目標是2016憲法共同 所以我就是希望在2016年的1月選舉之前 就是盡全力去寫助他們做的一件事情 然後在那之後就是 就是在把這段時間開發出來的工具 然後再帶到下一個神憶民主的計畫 然後最後最終希望可以調整成一個比較general的動用的版本 那相關的專案就有動盟主的點名 然後剛剛憲憲主還有曾居民這樣子 那草根論壇的他們第一階段是明年3月之前 那就是我個人是預定說每週抽一天到就是憲憲的辦公室 然後就是跟他們co-work這樣子 然後就是之後的可能就是一邊配文geo他們的計程 就走著橋這樣 那工作事項就大概在這邊 那就是說 就是想說就是參與這個專案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就是我們是要跟憲憲他們寫作 那我昨天有去辦公室待一切 其實就是他們ngo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忙碌 所以就是我是希望就是來幫忙朋友就是可以可能就是比較長期 然後就是盡量不要增加他們的負擔 是不要說來來去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跟其他的fillingware project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做的東西 我們自己做的東西還是用自己的license試出這樣 但是就是不會正式採用還是在他們內部決定 因為他們有二十幾個ngo他們要達成共識已經很困難了 所以就是這樣不要去影響他們的責任和共識這樣 那責任的話就是說 就是因為他們長中日台目前已經有一批資料 那要怎麼規劃資料結構就是要提供 這方面應該就後段那種程式吧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目前官網架在wix上 然後可能就是要轉移hosting到一個比較快的地址 所以是架在那邊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去幫忙草登論壇 當然制度也非常歡迎去 因為今天重情他也有來現場 對就是他在那邊 那他終於會離開 那所以就是跟這些東西 好 那多少就到這裡 謝謝